甘肃岗兰县 石栋公社中补大队 根据当地干旱的特点 从井下去沙铺田 社员们依靠集体力量 请有经验的人下井取沙 逐渐扩大沙田 沙田可以抗旱 保温压减 在正常年景 沙田比汉地可以多达一倍的粮食 在比雪赶帮运动中 山东嘉祥县 纸房公社五宅山大队 根据他们土地多减的特点 采取减地压土的方法 改良土壤 争取多大粮食 社员们 比得仔细 学得认真 赶得有劲 他们从五宅山脚下拉土 每亩地压土 二百五十多车 扎扎实实 学习先进经验 因地质疑 寻找增产措施 河北安心县端村公社西堤大队 紧靠着白阳殿 社员们抓住这个有力条件 砸兵取泥肥 社员们 不怕天寒地冻 把泥肥上到田里 争取今年 芦苇增产 今年 为了争取农业 文产高产 农业战线上 掀起生产高潮 各行各业 也有更多的人力 物力 热情支援农业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厅 农业机械经销处 农具维修队全体人员 深入第一线 到公社 大队 生产队 修理农具 维修队的工程车上 装有车床 能够为拖拉机 配置零件 四川 西昌专区 是个产牛区 每年都要钓运大批耕牛支援外地 但是西昌和成都之间 有许多高山河流 交通不方便 成都民航局主动承担了这项运输任务 过去 从成都到西昌买牛 路上耽误时间久 耕牛严重吊标 有的甚至生病死亡 现在由于民航局同志的热情支援 使这些耕牛 能既安全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 陕西省西北农学院教授 小麦育种专家赵鸿章 是小麦两种必马一号的培育者 这些年来 他一直辛勤地培育小麦优良品种 农学院的李振奇副教授 是研究小麦绣病的 现在赵鸿章和他经常在一起研究实验 培育一种既能高产又能抗秀的新品种 江西省鄱阳湖畔唐南生产大队 集中劳力克服今年雨水多气温低的困难 掀起了一个以保面积保质量 保季节的春耕生产热潮 为了争取今年粮食的好收成 他们在春耕到来之前 就备足了大量底肥 采用优良品种精心培育羊苗 样样农活都做得主动扎实 在去年获得增产的基础上 今年他们又推行了合理励值 提高了羊苗的灾差质量 春回大地春耕芒 祖国南北一片繁忙景象 在这大好形势面前 我国人民满怀信心 齐心合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扩大汉烙保收 文产高产田 争取今年在农业战线上 再打个大胜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